在这个以受为美帝时代当中,很多人都希望自己的身材可以一直保持苗条,甚至不惜采用许许多多的方法,只为了能够让体重有所下降。 但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,微胖的女人往往更有福气,有这样几个生肖女就是如此,生肖牛生肖鼠牛的女人,虽然一直都在微胖界当中,但是她们却从来都非常自信,而且绽放出美丽的光彩,因为天生福相而且性格敦厚稳重,所以身边很多人都喜欢与她们成为真正的朋友,而在人际交往方面也可以收获不错的人员。 加上平时为人主事方面能够拖挡处理好任何一个关系,所以事业的发展也非常的顺利,而这样的人是最不适合减肥的,因为他们一旦减肥,就会把身上的福气一起减掉,甚至还会让未来的运势直线下滑。 想要避免财运衰败的话,那么就要始终保持微胖的身材,这样她们的好运才会一直持续下去。 生肖猪生肖是猪的女人,天生长着一副富贵的面貌,而且福泽身后,能够将自身的好运传递给身边的任何一个人。 她们的下巴往往比较圆润,而且多肉,这就代表着她们的聚才能力一流。 在平时为人处事方面也会保持着谦逊有理的态度,所以身边的朋友都喜欢与她们深入结交下去,所以在朋友圈当中往往也能收获良好的人员。 如果为了追求瘦弱的身材而疯狂减肥的话,她们就一定会将自身的福气一并减掉,所以平时保持微胖的身材就是最好的状态,这样才能让好运都统统来到身边,甚至每一天都会遇到不同的喜事,令自己的生活有滋有润。 过得十分美满和谐,生肖马数马的女人往往端庄而优雅,不管走到哪里,都将会成为风景线般的存在,最关键的是她们的性格非常直率,而且坦诚,从来都不会把内心的想法藏着掖着,所以总是会跟身边的人保持良好的交流和沟通,不管做什么事情都非常的专注认真,所以才会值得人们信赖和认可, 尤其是合作伙伴都愿意跟他们保持良好的商业关系,所以这种人如果长期减肥的话,即使体重有所下降,但是福泽也会相应的有所减少,最关键的是微胖的身材,还会为他们招财纳福,提高聚财的能力,让自身的好运上升到巅峰的状态,八字算命,人生转运,开财户,婚姻和和弦真师傅QQ312-2610344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